明星期間 我們未來平州 我覺得這裡比我感覺很簡單 就像這裡的洗腦的名字 也是叫洗腦的 麵包的名字也是叫麵包舖 這麼簡單 因為想將平面設計的元素 加入這種傳統工藝裏 所以這次選擇和超技合作 我那時六五七年就學師 做到七九年就沒有做 沒有做就直到八二年就開始畫 那時候林先生出了香港做 做了有一年多的回來 我們慢慢就請一個伙計 初初一個伙計 兩個三個就慢慢開始發展 做大了 做到有幾十人 之後就做一下 大陸就開始開放了 我們香港就沒什麼可以做 我覺得可以從舊有工像的作品之中 看到他們對於以往的一些美學的追求 有一次機緣巧合 我就看到超技要結業 所以我就建議和他們分租這間店 再想用什麼方法可以延續這種收穫 做一個很小的東西 做到幾十年 就是在想要做什麼 做到一個大陸就 做一個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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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也看到一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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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真的要出來 以及一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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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做一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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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